啊 怎么又暴动了 早知道昨天的火锅就不吃那么辣了 你怎么拼头无言清白 上次拉肚子你说是我害的也就算了 这次暴动你又怪我 那我脸上的痘痘你怎么解释 你问我 我问谁去啊 我只能让血液循环加快 从而使身体代谢变快 顶多就是让你的脸看起来红一点 其实都是我害的 我才是害你绝美的脸长度的凶手 辣椒大哥是无辜的 你有什么气你就冲我来吧 看见了吗 这回你总该相信若是清白的了吧 别着急 你有什么话慢慢说 我相信你不是有意的 对对对 它不是有意的 是故意的 人体过多的摄取糖分时 你老做的释放也会变多 使身体内的雄性激素增多 脊植分泌会跟着增加 所以才会长痘痘 不关辣椒大哥的事 停停停 听我说来 这也关于自己啊 谁让你吃那么多糖分多的食物了 哎呀 前十才能让我有幸福感啊 谁能拒绝奶茶小蛋糕啊 投我以木瓜 抱之以穷躯 这木瓜说的是什么呢 当然是我啦 嘿嘿嘿 没想到我这么有名 都有人给我写诗了 你当我傻 诗经几千年前就有了 你不是祖金美洲 明星时期才传过来的吗 祖上的事我哪知道 不是就不是 天 反正我现在可红了 诶 镜里面的木瓜说的是我 其实她的学名叫翻木瓜 不过她在瓜圈比我出名 最近又流行国货瓜社 所以在外面她一直都自称木瓜 哎 那你是不是被冒名顶替 也太惨了吧 没事 虽然现在我的知名度不如她 但我其实也不差 毕竟在瓜圈混了这么多年 我才是大家认准的本土明星 好多人都拿我做成甜品 或者炖汤呢 而且你看 这诗里写的也是我 我可以说是名流青史啦 哎 我还以为你是什么可怜的小童话 小丑竟是我自己 你 你 你在吃蟑螂 嗯 水蟑螂嘛 你要不要来点 你真是饿了 什么都吃得像 嘎嘣嘎嘣脆 他肯定以为你吃的是平时那种蟑螂呢 哦 我说他怎么和见了鬼一样 这也是没办法的事 确实长得像 这些年已经闹过不少乌龙了 嗯 说起来 你和蟑螂到底有什么区别啊 不知道你还敢吃啊 那你可真是这个 虽然长得像 但我是水生昆虫 营养价值高 近几年已经开始人工养殖了 属于高蛋白美食 蟑螂却是常见的家居害虫 身上一般都有细菌和病毒 保你试试就试试 那玩意儿就算能吃 也没人想吃吧 嗯 嘎嘣脆 要是能把价格打下来就更完美了 那么问题来了 你能分清蟑螂和水蟑螂吗 说了多少遍了 我不吃香菜 你怎么还是每道菜都放 哦 这香菜多好吃啊 还是我一早到菜市场去挑的呢 我辛辛苦苦做这一桌子菜也不容易 你这挑食的毛病该改改了 一股肥皂味 谁来一吃谁吃 我宁愿一辈子荣华富贵 也不会吃的 我还以为你要发什么毒誓呢 挺好闻的 要不怎么叫香菜呢 你不会是嗅觉有问题吧 你猜嗅觉有问题呢 你们两个都没问题 这爱不爱吃香菜啊 都是老天爷说了算 这还涉及到玄学呢 非也 非也 真相其实是 在你的11号染色器上 有一种名叫OR6AR的特殊基因 对香菜里的全类物质很敏感 哦 不对 准确来说是反感 而这些全类物质 正是香菜气味的来源 所以啊 你觉得香菜难闻也不奇怪啦 哦 那我怎么听说 有的人一开始也不吃香菜 后来又爱吃了呢 好问题 欲知缘由且听 下回分解 你红一黄的 咋还变异了呢 大哥 咱俩怎么变色了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这阳光真旺啊 光和作用我都快进行不过来了 哎呀 我也是啊 太帅了 躲叶子下面遮遮阳吧 你干什么 此路是我开 此树是我栽 要想去遮阳 留下满夜前 你个新鸡胶 只要你们被晒干了 整个胶园就是我的天下了 哎呦 瞧你俩 这一红一黄的 咋还变异了呢 大哥 咱俩怎么变色了 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小弟 你别急 变色可是一件好事情 变黄是因为体内的 类黄萝卜素变多 变红则是因为花青干变多 这都是天然形成的 只有天选之娇 才有变死的口气 这种青椒 还能收获红黄彩椒 这可是意外之喜呀 彩椒市价 可比青椒高多了 拜拜啦 你个普通的 坏青椒 说好一起绿到头 你那却在中途居了哟 哎 你听说了 就旁边这个家伙 别看他个子那么大 胆子可小啦 不能吧 你看他这肌肉 这爪子 一看就很能打 你都说是看起来了 其实啊 他们一遇到危险 就只会把头埋进沙子里 好啊 原来就是你 整天造谣我们胆小 这下可算让我逮住了 什么造谣 我可是有证据的 哎 就我这大长腿 心情是自由自在 导虎狮子都跑不过我 我遇到危险 就算不拔腿就跑 至少也不会把头埋进沙子里 让自己窒息吧 那么一大街深起路在外面 你当我们傻还是别人瞎 在我们繁殖的季节里 我们中的雄性 在扑蛋时 会挖一个大洞 把蛋放进去 并且和雌性一起 轮流一起旋转蛋 这是我们正常的亲子互动 在这个过程中 头被洞口掩盖 最多也就能说明 我们头小 而不是胆小啊 你们说 我说的有道理吧 哎呀 都是可乐 平装和罐装 到底有啥区别啊 选哪个好呢 选我选我 我比他性价比高 还不是因为 我这身衣服比你贵 都是一样的配方 你换个花里胡哨的衣服 也照样是那个味道 这年头 谁喝个可乐 还看颜值啊 这你就不知道了吧 我这身衣服 用处可大着呢 你天天穿着 透明的塑料 晒太阳 体内的二氧化碳 早就流失得差不多了吧 这没气的可乐 还能算是可乐吗 啊 你 这就急了 我还没说完呢 你这身便宜衣服 透光也就算了 你东西也差 哪有我这金属战衣靠谱 还没打开喝呢 里面的气就全跑光了吧 明明是因为喝你的时候 要一口一口喝 可乐接触的 都是味蕾更丰富的 舌尖的前部分 可喝我的时候 都是直接灌入舌头中后部 舌尖都感受不到 可乐的绵密舒爽 当然会不一样了 那你自己不也承认了 我口感更好吗 烟有糖 斩有煮 你这衣服也不是我设计的 还能拐到我身上吗 巧了 我就爱喝没气的可乐 我这个骚嘎 野生的空心菜 正好配我的野生方便面 这可是万毒之王 你也敢吃 没听说过 空心菜而已 它吸附重金属的能力相当强 吃了痛风 抽筋 脑壳糖 你看看周围这么脏 它不就是王中王 王中王 一级更比六阶强 是哦 那还真不能吃 所以嘛 你去别处找找 你才是王中王 你全家都是 大傻春 我才帮你啊 哼 没一句好话 你还帮我 专家都辟谣了 我只是素生蔬菜 生长周期比较短 大概二十天就能收割一波 所以在吸收营养成分的速度 比其他蔬菜快一点 而且我这个生长环境里的 是属于有机肥 不是重金属 哦 我们空心菜富含丰富的维生素C和维生素K 身体里的钙含量还和牛奶差不多 可谓是好处多多 咦 这么好 现在就带你回去 哎 不听本从言 还缺点涂花